我就不理他的解籤佬怎麼解釋了 我覺得我是這樣看法 下手需教一著先 第一句就是你無論你想做什麼 你首先要先做為 先下手先下手去做 就是你想做的事 你快點去做 這是第一句 世情局面虎桃源 世間的形勢 你只是想的時候 就跟你想像中是桃源的 就是是空的 是不會實現的 你只是空想 你不是下手去做 你只是想的話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桃源的 就是得不到的 積身力火非無事 積就是堆積 堆積的身就是柴 堆積就是柴 你堆積柴和經歷這個火 不是沒有事 你堆積柴 不是說以後就沒有事 適者能知火未燃 你懂得時勢的人知道火還沒有燒 就是說現在的事情就不是最好 你如果以為它是好的 它就不是最好 你以為它是壞的 還不是最壞的 它還會繼續燃燒 就是後面呢 應該還會有很多事 還會有發展 我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你說它改喊什麼 凡事不合啊 自身平安那些 我覺得你不用去理它了 首先你說你自己想做的事 你快點續手去做 家宅小吉 它說凡事不合 自身就平安 家宅小吉 一求財就不大 這樣也算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是 應該是說你做什麼事 你首先就要著手馬上去做 馬上去做 你無論你要做什麼 你決定要做的 馬上去做 如果不做呢 你就所有的想法就桃源了 就沒有用的了 因為時勢會變 你即身力火 或者你可能要積累到自己的財富 或者金錢 你不要以為你有了這些 生前你就會沒事 它都還會有事的 因為你認識者 能知火微元 你認識時勢的人 你知道這個局勢在發展著的 現在還只是剛剛開始 他裡面都有提到過 水準人士總不成功 值得行線 增大時智 這個又怎麼解釋呢 香港現在的環境 究竟現在香港的局勢 香港現在局勢就不同立場 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對局勢 我不想去預測一下 因為我們很難知道這個局勢是怎麼發展的 不過呢 你認為香港的局勢是向好的發展呢 還是向壞的發展 你認為向好的發展的話 它還會繼續發展 你認為它是向壞的方向發展呢 它還會繼續 依然是向壞的方向發展 就是它最後一句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是神靈提醒我們要謹慎 就是你無論你做什麼的時候 你要衡量你自己的條件 衡量你自己要做好應有的準備 就不要太過匆忙 因為它第一個就是教你現在要著手去做 但是你沒有準備好 或者你衝都不去就可能你會失敗了 所以你就要衡量自己 就是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這個不是說教你所有的人怎麼去做 現在因為看到世界各地 都有一些安全港的政策 就面對給香港人 現在都有不少的香港人都離開了 現在都看到政府都吹風了 就可能會扶權給入檢處 要入檢處可能就禁止香港人離開 這個是不是都很大件事 我怎麼解釋呢? 這件事的確是非常嚴重的 是很大件事的 我們知道英語國家 比如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 甚至紐西蘭將它可能都會擴大 吸納香港的人才 特別是年輕人 還有有技術、有資本的人 就是擴大去吸納 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香港 當然會影響到香港 但是這個不是西方國家 這些英語國家他們想你這樣做的 是香港人 它是吸納你 但是你香港人都要肯去的 最近就會傳出說 香港入境事務次要修訂條例 就是其中一條就叫第一條 保安局局長可定立規則A A那裡第一條 就向署長提供該等規例指明的 關乎某運輸工具其乘客或其乘組人員的資料或數據 定定的條文 B那裡賦以次長指示某運輸工具可或不可運輸某乘客或該運輸工具的某乘組人員 即是說 簡單來講這個A、B這個來講就是要定立一個規例 給入境事務次的次長有權不讓某些人離境 不讓某些人乘坐某些運輸工具 飛飛機、船車或者汽車離境 或者不准某些運輸工具的機組人員或者運輸人員離境 這個條例最主要的精神就在這裏 我們就說有名給你叫香港是人民入境事務次 不是叫做人民出入境事務次 中國大陸是人民出入境 它是管理的 它是管理出又管理入 香港原本呢 就是只是管理入 就不管管理出 就是任何人想離開香港呢 它都可以有權自由離開香港 而且香港基本法呢 就賦予香港人出入境自由 即是除非你犯刑事法例 受到法庭限制不讓你離境 或者呢 由於防疫 像現在這樣 防疫不讓你離境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呢 香港人又根據 防疫自己權力的行為 任何官僚機構呢 它都想抗拳的 權力也大 它得到的利益也大 但是呢 由於議會 或者法例規定力 就不容許一般的行政機構呢 任意抗拳的 但是保安局如果修訂這個權力呢 就是香港人民入境事務次 就變成了出入境事務次 它不只是管人民的入境 而且管人民的出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危險 而且非常不妥當的 不妥當的 因為我認為香港的議會 現在已經沒有了反對派了 沒有了泛民的 我相信或者會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通過 如果香港的立法會通過了這種條法例的修訂呢 那就是說 你那幫立法委員就變成了法民了 你明明知道這條條例是違反《基本法》的 你都給它過 那你的立法委員是不是法民呢 你才無視了《基本法》的 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是保安局自己想抗拳 還是中央想要他們做些事情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 香港政府就抓了一萬多人 抓人現在都沒有停止過了 所以才令到這麼多的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香港人都想抗拳 其實好像走冷那樣 所以現在 香港現在這個處境 韓先生是不是都要記起廣誓 我這個就是悲哀 我這個就是悲哀 年輕人的一個政府 如果不是很好愛護年輕人 就是針對年輕人 就是我們現在逛街這樣 我經常見到警察 你不要說難淺年輕人來查身份證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才會這樣的 就是年輕人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是你要令它覺得你在這裡它會安居樂業 它會可以有得發展 這才是正途 這是正途 所以你現在被抓的一萬多人 我覺得最 我覺得一下如果是 但是我這個人微原輕 就沒有什麼用 但是我覺得政府應該是特色 就是你應該創造一個和解 你現在那些反送中運動已經過去 你那個大家互相暴力衝突的情形已經成為過去 就算是革命 革命勝利之後 都需要和解 都需要和解 我覺得香港的社會現在是需要和解 就是不是這個再加強它的矛盾 再加強它的衝突 你萬幾人都告 你又怎樣呢 含不肯坐牢 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好處呢 對香港社會有沒有那麼多金倉呢 是不是要送回大陸呢 那這些有些社會的冤家而言解不宜決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特色 就好像我記得1973年的廉政公署成立那個時候 警察都幾乎是暴動啊 打上去打到殺上去廉政公署 最後麥理號總督都是特色啦 國安法雖然定立啊 你都說明是不夠既往 不夠既往 所以我認為政府應該是想辦法去和解 就是和你過去反對你的人呢 和反對你的人和解 就不是說 那些年輕人是小孩子的 你首先要擺出那個和解態度 我覺得這個才是正常的 你不是一萬多人逐個逐個去告 逐個逐個去審 這個是浪泰社會資源 其實他們為什麼要這個舉動呢 他們是怕什麼的 你不是想要人走的嗎 你是不是勞賭不勞人的呢 我覺得如果入境事務次 真的修訂了這個條例 真的不讓某些人走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如果法庭一定沒有具體的條例 如果法庭批這個人犯了什麼罪 譬如你有案子在生 你的案子還沒結束 它不讓你走 這個是有道理的 你是有一個具體的 但是你如果給入境事務處的權力這麼大 它可以任意限制人 那以後是不是我們香港會變成大陸那樣 我出境要申請呢? 我參加旅行出國是不是要申請呢? 我是一個探親 譬如我去美國 我女兒是美國 公民一下 我去美國我是不是要申請呢? 我去其它國家我是不是要申請呢? 如果是真的要搞到這樣呢 就說離開的人就不會再回來的 因為怕回來之後 你下次不知道申請你批不批 那走的人就會更加多 所以我剛才譬如用這個北方和太陽來譬如 你越是訂立的法例越辣 手續越繁複 越不想被人走呢 大家就千方百氣走 就像當年華僑僑僑僑 製造很多理由給申請出國 有些 utveckling到裁股 有些父母病重 做了大堆自己全部都是假的 他們都是到了香港之後就留在香港了 因為印泥不能回國 馬來西亞也回不了 新加坡也回不了 現在呢 香港人只要你離開香港 我想很多國家都會收留 比如我剛才講過的加拿大、歐洲、紐西蘭、英國 甚至美國都收留 它不是沒有地方去 所以你限制人給它出境 萬一出去它就不回來了 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香港就是真的會變成一個死港了 我覺得這個條例就是政府和立法會的委員 就是真的要審重考慮 香港是什麼都沒有的 只有自由 一向以來是什麼都沒有 只有自由 正是因為香港有自由就創造出香港的財富 令香港變成一個富士的城市 當然香港沒有了自由呢? 香港就比大陸的三星 二線城市就不移 可能變成一個三星城市的了 這個就是真的我們 無論你站在什麼立場都不想看到 所以你就要騙有公權的人 真是要審慎 真的要審慎 出境走爛這個問題 韓先生的感受可能比任何人都深刻了 我記得我在幾年之前採訪過你的 那時候你的三本書就出版了 《狂標全黨三部曲》 我現在查看那時候的 我寫一個報道 是 是 韓先生用大陸出來的那個過程都是很痛苦的一段經歷 是啊 因為我自己 我是一個華僑家庭的人 我周邊都是從僑鄉上大的 我是在抗戰之後才回到我家鄉的 但是我到離開的時候 要申請就變成了沒可能 剛剛碰巧那個最嚴謹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大學 三年級的時候我申請 那時候申請我就說我來香港探望 因為我姑媽來到香港探望我姑媽 我姑媽在泰國 就是那時候我爸爸已經死了的了 在泰國 那學校就 我跟那些同學申請出境的那些 全部都批了 我就沒批 我就問 那我是指引就跟我說 他說你可以批你的 不過你先辦退學手續 先批 那我心想 我其他的同學都沒有辦退學手續 我趕來大學三年級 我就怕我退學了之後 你又不批我來香港 你要給通行證給我 我走了 我都沒有所謂了 但是你又不給我通行證 要我先辦退學手續 我怕我退了學你又不批 那我報了 臉都無處孤雲 那可能要給我 可能要 廣州可能都不給我住 可能要批回家鄉 那令我恐懼 所以我最後不敢退學 以後我就算你的關係很親 比如那時候 我的前妻是出來了 出來了 但是我身搶就不行 所以我要經歷三次偷渡 經歷三次偷渡 由1964年 偷渡到1966年 四年一次 六五年一次 六六年一次 偷渡三次這麼艱苦才來到香港 來到澳門 先到澳門然後再偷渡到香港 就是一生人不斷在這裡走 來到香港就叫做我安定了五十多年 那以我這麼大的年紀 我現在是沒有離開的計劃 沒有離開的計劃 我想離開 我是有條件可以離開的 我有條件可以離開的 我有親人在美國 在其他幾個國家 即是直系親人 如果要離開的話 應該是沒有 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我覺得 以我這樣的情願 我離開了香港 無論去哪個國家 我的生活質素都會下降 所以我只要香港不是變得這麼恐怖 我都不想走 最主要就是人用力太大 年輕人走不走 我覺得是男兒子 志在四方 女兒都是 現在是男女平等 年輕人走出去看看世界 體驗一下各種生活 或者學一下東西 我覺得是沒有可考慮的 特別是我們生長在華僑的家鄉 和僑鄉出生的人都知道 這些所謂有些志氣的男生 都會離開自己的家鄉 去打拚 我覺得年輕人 根據他自己的條件去選擇 我覺得是沒有可考慮的 他走就走 當香港變回好 好像97年的人去了外國 80年代 90年代很多人回流 我覺得香港最主要是保持一個寬鬆的 一個寬鬆的 一個和諧的 可以令年輕人有所發展的一個環境 就可以了 就不是說我不讓你去 你不讓你去 他想去的 千方百計他都會走的 而且他都會能夠成功的 我覺得人是不可以綁得住的 好 今天講到這裡 我就想回顧一下 看看中國大陸的出入境的條例 香港和中國大陸以前就是 國民政府的時候是出入境自由的 不用任何證件 可以來香港 誰喜歡來香港住就住 喜歡回去就回去 是很自由的 1949年之後 就開頭那幾年 就是1953年之前 基本上都是自由的 所以在1950至53年的時候 很多國民黨的官員 歷史反革命 甚至好像條領領 拿著槍都走來香港 是自由的 甚至土改 土改的時候已經有很多地庫反衛 地庫反革命 都還可以來香港 因為當時是沒有錢 是自由的 基本上是自由的 到最後 應該是53年左右就限制要有政府批准 最初只是香港政府而已 然後才上到公安 1953年之前是沒有邊防的 所謂沒有邊防就沒有邊防區域 就是說沒有在香港和大陸之間劃一條線 那是1953年才劃邊防區域 即是保安 保安和澳門的珠海一帶 幾十公里就劃邊防區域 你不是這個區的居民 就不可以來這個區域 來到這個區域 就可以抓你了 就可以抓你了 所以這個是1953年之前 中國人要離開中國大陸 就是1949年中共政權成立之後 你就要申請 那它就開始有這個出行警的條例了 可以這麼說1957年之前 你人民提出申請離開中國 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在外國有入境許可 它基本上不會留難 甚至你是地址的子女 或者你不受管制的地址 或者富農 只要你本人不受管制 一般都會被你走 是1957年之前 1957年之後 廣州的人申請來香港 也是非常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 到1958年 大約盡之後 含入到大飢餓 申請就越來越困難了 一直到1958年至1961年 這兩年 基本上很少批人可以來香港 離開國境 很多華僑 就是由外國回來的華僑 包括橋生 或者橋建 家屬 他們都會經歷過這段 申請出國的經驗 這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經驗 有些人申請下來香港 申請10次8次都不批 就是送表送上去 不批准 譬如他們申請譬如有些夫妻團聚 父子團聚 理由非常充足的 都不批准 所以這個由1959年至1961年這段時間 就很少人可以獲得批准 但是突然間 政策改變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就說 法例是服從政策的 那時候正嚇緊的時候 你有法例都沒有用 到了1962年 突然間放鬆了 很多橋生就批了一大批 下來了香港 但是只是一年 只是1962年一年 到1963年之後 又不批了 又很少人會批准來香港 很少人會批准來香港 那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什麼? 持續到開放的改革 持續到開放的改革 就是說1972年 就是林彪事件之前 幾乎是一個都不批准 連人申請都不敢申請 到林彪事件之後 1974年 陸續就有少量個別的人 獲得批准來香港 真正比較開放的改革的改革之後 所以 而且不但是來 出境辛苦 入境也是非常艱辛 譬如以前的香港人或者華僑 你要回來中國探親 你要過境的時候你要填一張 就是要由他的不是叫海關 邊防人營 就給一張叫做回鄉介紹書給你 他就好像審問犯那樣的問你 你要回去哪裡 你為什麼要回去 你要探什麼人 那個回鄉介紹書 稍為上了年紀的人都會記憶猶新 這個回鄉介紹書 那個恐怖的地方就是說 你每一天去到任何的地方 你都要遲至這張回鄉介紹書去派出所報戶口 譬如你回來一個月或者半個月 你在各個地方去到熱的地方 你立刻要拿那張介紹書去到熱的地方 你熱的地方去到丙的地方 你又要拿去丙的地方來報口 但任何任何一個地方呢 你暴露了你解釋不到這一天 就是這一兩天你去到哪裡 沒有印丟在這個回鄉介紹書那裡 你就出不了境了 你就出不了境了 所以當時的人一進去到中國 真是深陣 心驚膽陣 心驚膽陣 心驚 怕一分鐘就回不了出去 回不了出去 那好像我呢 好像我自己那樣 我自己是偷渡出來的 我是60年代偷渡出來的 我一直都不敢回去 那我在70年代尾 80年代初我辦雜誌 我的雜誌就是 在1979年 就是給深圳真正的開放改革 之前大概八個月 我就報導深圳要設立大區 要設立經濟大區 就比發生的事情早了很多 早了八九個月 因此有很多人回去深圳投資的商家 開他的公司開幕的時候 會發信搶我去參加酒會 我絕不敢跨越深圳河半步 我不敢去 那我自己第一次回中國大陸 就是1985年 為什麼1985年我可以夠膽回去呢 就是因為1985年之後呢 就取消了回鄉介紹書這個制度 就是我們只要拿著一個回鄉證 就入境 就不用去到任何地方 最不斷的報戶口 出境的時候 也不需要去各個機關那裡要扔人 這個就是鄧小平的德性 因此我才夠膽回去 因此就很多人才夠膽回去 那麼 中國大陸的出入境制度呢 就是時緊時鬆 它是有了條例 但是那個條例就服從政策 某個時候的政策 黨的政策說鬆 它就放你的人走 沒有的時候 黨認為要收緊 它就收緊 比如到真正的開放袋子之後 很多人就出去外國留學 去經商 去旅行 旅行團 遍佈全世界 但是我察覺最近又收緊了 為什麼收緊呢 就是網傳說收護照 這個是事實的 因為我有些朋友 在上面 譬如在學術界 或者在政府部門做事 確是護照是收歸 收回 就不讓你自己待 譬如我有一兩個朋友 他自己就有兩本護照 一本是因公出差 就是公務護照 有一本是因私出境去旅行 那些就是個人的護照 因為去年 2019年 2019年 200年的時間 他們護照就被收了 就是說公務護照 收回省政府保管 私人護照 就歸你本單位保管 譬如你是某某局的 就歸某某局保管 你是某某大學 它就歸某某大學保管 那你要再想出國 又怎麼樣? 你申請 申請 這個跡象就表示說 出境是緊張了 出境是緊張了 香港從來都是自由的 所以他不覺得 問題現在我就回到 大陸是相當長時間到 管人不想被人出境 但是 留不留到人呢 我覺得是 你想管住人 不讓人出境 想走的人 你是留不住的 譬如1949年之後 回到中國大陸 幾十萬僑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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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走了 九成八、九成 都離開 有些退休了才走 有些是在做事 半途離開 都離去了香港 那些來香港的人 很多 譬如醫生 在上面應該是一個好的出賣 有些幹部 但是他寧願 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 他寧願來香港 醫生不可以在香港做醫生 西醫他做中醫 或者做助理 或者做助理 甚至有些年紀大 甚至可以做漢奸 他都願意來香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他們的選擇 你想 你留他只留一段時間 你不可以留長 他真的想走 他就是你留他不長 那為什麼 當時為什麼 他們的出入境 會有時候會這麼緊呢 一個是正常原因 第一個 他是可能外匯 就是 僑建 僑生在中國大陸生活 每個月 他的家人 會有國外 會寄錢回去 那時候 中國就沒有什麼貨物可以出口 受到美國 抵制 就沒有什麼 賺不到什麼外務 要靠僑 有些單位 就怕 放棄這些人 走了 喬回少了 到鄧小榮開放改革時代 他說喬 喬生 喬娟 絕大都走了 那走了 錢少了嗎 喬回是 但是因為整個政策是向外開放的 人回到中國大陸 沒有恐懼感 就不像拿著回鄉介紹信那樣 那種恐懼感 所以回去 投資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你 反而你得到的外匯 就是帶錢回去投資的 或者做生意的人 就更加多 所以中國的外匯就很緊絕 到現在有幾萬億 所以我覺得 說你想留置人來留置外匯 我覺得是可笑的 可笑的 那這樣呢 我就想起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 《北方同為太陽》 這是小朋友說的故事 就是說北方和太陽 要打倒 你怎樣吹 要怎樣剝下那個人的外套 北方很冷 吹得很緊要 想吹脫了那個人的衣褲和帽 但是因為你太冷了 你太冷了 你太熱 所以這個人就是拉得越來越緊 拉得越緊 把手抱著 就讓那些風不要吹到他的帽 就吹到他的衣服 但是太陽呢 就反過來 給他溫暖 給他 給他溫暖 他越來越覺得 溫暖越來越 所以就脫掉他的外套 脫掉他的外套 那些人自我保護 自我保護的意識 就越強 越抱著自己 抱著自己的 怎樣 抱著自己的 保護自己的資產 保護自己的自由 但是只要你給他溫暖 你寬鬆 他就自然會 自然會自己有寬鬆 他不需要自己這麼嚴防 外力對他的斟搖 所以香港的出入境問題呢 我覺得如果是改變了 真是令入境事務次 變成出入境事務次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壞事來的 將來會怎樣發展呢 是 我不敢推測 但是一定呢 不會向好方的發展 不會向好方的發展 我就擔心好像那些簽這樣 是還未完 以後還會繼續 更加嚴厲 這個是會令人懶惰的 本來我們接觸 我收到你們記者說要採訪我的時候 我們家人是反對的 反對的 但是覺得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但是呢 就會有可能惹惑上色 他們當然是為我著想 但是我之所以接受你們的訪問呢 我就覺得 如果我不拒絕你們的訪問 或者我將來會拒絕其他傳媒的訪問 那就是表示我就生活在恐懼之中 恐懼呢 就會擴散的 好像扔下一隻石 你將那個石仔扔到瓶整的湖面這樣 它會又產生依然 依然會不斷地向外抗戰 一個人當你內心產生恐懼 這個恐懼會不斷地抗戰 譬如我現在我怕接受訪問 那我翌日我會怕更加多東西 我不敢 前朋友之間的面談 我又怕又不敢說話 那到最後可能我都不敢出門 那我就會被我自己的恐懼征服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願意接受你們的訪問 以及願意講話其原因 香港的確是一個戰場 就是在19年之後 19年之後就是回歸之後 美國和北京都不斷在香港的問題上角力 我對香港的抗爭運動 就是我對話支持普選 支持特首普選 支持立法局全面普選 我是支持的 我是支持的 但是我絕不同意提倡港獨 提倡暴力那些東西 我自己發文 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 又多次提醒一年輕人 你是沒有力量和共產黨 就是說鬥勇武的 因為它有飛機 又坦克 有原子彈 你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可以用武力 用武力和共產黨鬥呢 第二 我是不贊成呢 我可以說是反對提倡港獨的 為什麼呢 這個根本做不到的 這個天方夜譚 我們要爭取民主、法治、自由 就要在基本法容許的底下去爭取 那年輕人就說 我爭取了十幾二十年 都沒有 爭取不到 沒錯 是爭取不到 是爭取 毛澤東時代的文革 和鄧小平的開放那一格 完全是絕對不同的 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共產黨 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我覺得共產黨的政策就是 好像原諒初一、十五不一樣 我只是說剛才我說的出境政策 一時一揚 時鬆時緊 到80年代基本上是開放的 誰人都可以出國 那有沒有事呢 那些出國的人是不是走了呢 那不是 開放那天之後 出去的人 幾乎大多數都回來了 就算是去留學的那些 大多數都回來了 因為回去只要 他沒有恐懼 他覺得有發展 只有少數人留在外面 那這就不是好 你反而管制他 不讓他出入 你留難他不讓出去 他很多人就出去 就想辦法不回來 這個反而我覺得是得不誠實 那你比如說拜登呢 和特朗普呢 特朗普就和北京擺明居馬 就是硬碰硬大家互相鬥爭 那香港呢 就變了一旗子 變了一旗子 那現在特朗普就下台 拜登會不會說 會不會和北京和好呢 我覺得目前還是看不到 第二呢就算拜登和北京和好 但是香港局面已經造成這樣了 就是外資走就走了 港人要走就走了 甚至那些年輕人 就是BMO有些去了英國了 那你會不會回復回舊官呢 回到以前那個制度呢 回到以前那個狀態呢 我想是很難的 你說鬼家的民主派 泛民已經沒有了 泛民沒有了 我覺得是泛民呢 就在未來香港的政治環境中 是很難生存的了 很難發展的了 很難發展 將來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是可能會對此 人民代表就是清一清的 親北京的政黨 在立法會裡 甚至區議會都可能是這樣 就算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全部議員都是親北京的 聽政府說的 那你是不是說可以任意互為呢 你是不是看你人民的福祉點呢 我覺得不是 就算你全部是雙產生的 你政府主定的 你都要考慮到人民具體的需求 你都是需要和解 難道說你全部內區議員是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是全部建制派 那你對於曾經反抗的年輕人 你又怎麼樣呢 主死他啊 個個都去勞改啊 我覺得呢 這個仇恨呢 都是你越 懲罰得越重呢 那個仇恨就越深 雖然我覺得是說 不要留學 不要盡量呢 雙方盡量要和解 我想就說 現在香港人已經反抗無力 就是沒有可能再有200萬人上街這種情形 其實200萬人上街都是和平的 那你政府已經可以說是全面勝利了 就是國安法確立之後就全面勝利了 那應該是到此為止 我覺得 如果你有一個國安法在威脅底下 你對以前那些人呢 當然應該無 lap aside 那些人呢 應該要看一看 你culosis 看一看了 猶 give 我 cort 就算你拿到全面的勝利 你都要考慮到香港的具體環境 考慮到香港市民的福祉 如果你不是說有權就一定要用到盡的 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精神最主要就是 你是要抑制擁有公權的人的權力 就不是藍權 如果你們藍權的時候 那香港就說失了自由 就是最後一點 香港是自由 現在已經在萎縮著 我說香港如果沒有自由 香港什麼都沒有 真是會變成一個大陸的第三線城市 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原本不想走的人都要走 就變成這樣 香港可以走的人 我覺得是很多的 我相信香港會有一百萬是持有外國護照的人 包括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英國 美國 和東南亞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我估計是有一百萬 當你香港變成大陸的三線城市的時候 那些人可以走 你留不住他 他不是雙重國而已 他一定走了 那你BMO那些人 拿去BMO那些人 他只要離開香港就可以了 你無論 除非你說連出國旅行都不管了 他出國旅行之後 他離開旅行團 他去英國 他拿香港特區護照出去 拿香港特區護照出去 推動旅行團 他離開團 他去英國領事館 他提供資料 拿回BMO 他去英國 他要走的人是留不住的 千方百計都要走 他都會走到 所以我認為你要創造一個環境 令他們可以留下來 留下來有得發展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 不是說定法例定到很難 或者是管理 管治 管得很難 控制好嚴 有沒有用呢 我是沒有用 監獄這麼嚴密的管理 都有人會逃獄 是吧 你不可以將一個自由的城市 變成一個要申請出境的城市 申請出境 你要念香港就這麼簡單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